无论是唱片还是戏剧 记者会上常见的锤子 除了可以敲破冰砖 原来还可以这样用 由红衣小女孩导演 陈伟豪指导的 惊悚推理剧目击者 举办首映会 碍于电影情节 稍有不慎就可能爆雷 众演员全都背下风口令 连导演都自自斟酌 生怕泄密 新一代鬼后徐伟宁 突破尺度 背部全裸演出 和庄凯勋上演激烈床戏 主要是碰到信任的演员 跟给你安全感的导演 所以我觉得在现场 就是把自己交给他们 然后一切就顺着那个 戏里面角色情绪走 就还蛮 真的是蛮顺利的 首次挑战惊悚片的柯佳燕 坦言拍戏现场充满不舒服的氛围 每天像在参加告别式 为全市行动不方便的餐级角色 必须装着铁架行动 一场从11楼高的窗户 往外爬的戏码 拍得辛苦 最后却被剪掉删除 因为那个我拍的时候是 剧组还是借了一个5楼的房间 然后橙设的跟11楼的房间 一模一样 也是拉了那个保护网 也是有掉钢丝 但是因为我非常害怕掉下去的感觉 所以我还是有死命的 用全身的力气撑住 觉得说我一定要爬过去隔壁的窗户